無情在政前 台北市有一位無情因為四十多年來持續照顧新種小孩的壓力 在發生到倫敦的比招 引發外界關注等級教會議題 民眾黨的調校就去教會後有政府 在憲法以外應該也要來參考到地國的憲法 來引力守候選擇的司法概念 將必不得意的跟海賊來看作是守海賊 就不是說尖對著犯罪行為來進行觸犯 也要趕緊來補助教會員的不作問題 來作為守護社會的安全望 臺灣民眾黨在十五號交開記者會 法國政府建立完成這套五號登教比掛 近立就有一名七十九號給人人 因為登記照顧有中途秀吉馬比的五十幾號號選 反而過世後沒有人照顧 在目前正前他加大跟小孩的嘴巴跟平衡放掉 立委內相立的支出 登教訴求是特當在判身 登教機構算大塊工 家庭登記照顧會加重心來負擔 有些人可能因為未來選擇犯罪 希望能夠參考修後實施法概念 提供法規就特殊固件 並行行法和法理情 基本修後人這個關係的迫害 法務部自己呢 也針對這個 是不是有這個所謂在自人與死的殺人罪部分 有因不得已勤示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文字 有沒有可能呢 參採德國刑法二一三條的 勤結輕微殺人罪的立法呢 可以有一些這個減刑的刑度 法務部他們也知道 長照悲劇一再發生 他們對於修法是有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在這裡很明確的建議 我們認為是可以參採德國刑法二一三條的精神 把所謂其他因不得已的釋由呢 作為在這個緩刑減刑的一個立法的一個釋由 當然是要建立有這個證據的標準跟評估的機制 所以不會讓各界認為說 這樣子會不會又重放了其他的人 或者是說在審判的時候有濫權之可能性 造成無可返回的這個效果 根據資料統計 理工2002代管當局核武漢概率只有百分之六十九點五 雖然基出六百塊也會用 不可隨著人口老化當局輸給募金 加上加薪、勒動共同管 當局輸給募金 當局輸給募金 當局相關制度已經不適用 甚至極端希望英國這交互管 全不可靠 不可因為英國規定的犯罪 無法順利提醒當局輸給募金 楊寶春就直接說 或政府擁有更多新疏味 先用無港主管 都是當局進行 劃變人倫比喬它才發生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如果當你的據點持續在擴展 擴散當中的時候 你不能只有重量 卻沒有重值 所以你的服務的品質還是需要做提升 那現在呢 在2022年的長照服務反涵概率 是不到七成的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進步空間 所以我們呼籲政府應該有更多 去納入一些新的思維 然後善用一些不同的資源 去落實長照的政策 我們希望未來這種長照悲割的 這種悲慘的一些案例 可以不要再一再的發生 民眾黨團基盤政府 向看外界教學館的依然犯罪 加均提報當局輸給我們看 提醒當局輸給人 為超哥林社會五線做好準備 繼續收看台北彩虹報道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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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